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冠病毒JN.1变异株 列为需要关注的变异株 本港有传染病专科医生说 目前各款新冠疫苗 尤其是针对XBB的针 亦都可以抵抗到JN.1变异株 呼吁特别是高危群组尽快补针 新冠病毒又出现新变异株JN.1 郑奇因说JN.1传播力进一步提升 但重症率未见增高 JN.1的基因排序 亦都是属于Omicron变异株的分支 接种现有的新冠疫苗 亦都可以预防感染 重症或死亡 建议已经距离上一针超过六个月 尤其有长期病患 长者等应该尽快补针 特别是最新第三代针对XBB的疫苗 我们知道XBB的新冠疫苗 其实对B.2.86的品种是有效 所以我预示JN.1都帮得到手 原始病毒株都会有帮助 但问题是应该没有现在XBB 新冠疫苗的加强剂 可能离得更直接 和相对地更加光谱 和中和保护性抗体的水平 会比较理想点 合资的人士包括软射院友 65岁或以上长者等 可以预约到指定私家诊所 医管局和卫生署指定诊所 免费接种新冠疫苗 上星期四开始可以选择XBB疫苗 无线电视机就一旦结认不到